消防人員出動大型吊掛機具 要把工地的發電機往上抬 因為一名53歲 首頁人員遭押在地 沒有呼吸心跳 現在正在清除現場 將器具移開 出動吊車把路邊的發電機 掛起來順利救出這名工人 但他投鼻外線 臉色發紫 傷勢嚴重 送醫抢救 宣告不治 第一時間發現意外的工地主任表示 聽到手機鬧鐘聲 才驚覺有人出事 看到東西倒塌 然後有聽到手機的聲音 道鐘響 所以才發現有人在 意外地點在台南仁德區 這名首頁人員負責看管機具 有沒有問題或者防止被偷 但沒想到疑似周邊水管破裂 一共有兩處湧水點 造成工地地基下陷 機具傾斜倒塌壓死人 那樣一死意外 應該可以去確定說是 自然水管線的破裂的問題 把他自己管線破裂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要等他開花完以後 去代替歐巴去確認這樣子 相關單位表示 這處工地上個禮拜 因為沒有做好安全的防護措施 被局部停工 埃罰11萬元 現在又發生工地地基遭沖刷 造成機具傾斜意外壓死人 目前全面停工 釐清事故原因 接著來關張台南報道